网购过最奇葩或最失败的东西是什么 失败的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是衣服 在网上买衣服就会这样 就是你看着挺好看 但是回来会不太好 比较奇葩的话就是 我之前送给过一个朋友 就是猪饲料的那个袋子 它那个是一个猪饲料的袋子 然后呢 它里边还有一个小卡片 就说骗到你了吧 说你是不是真的想吃 然后就里边还有一个小盒子 就说上面是什么饼干盒 但是打开之后是那个 就是基本上图片都是一样的那种拼图 就是你根本拼不出来的那种 分享一下买家秀 卖家秀差别最大的一切网购经验 就是那些衣服吧 你知道买衣服出去都总有种错觉 就是觉得自己该穿差一样 然后买完了之后 连裤子拉链都拉不上 对 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实用物质的买的网购物品 我的那个特别实用的那个架子呢 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手机架 它就是可以支在任何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躺着的时候 就这样 你就把这个手机这样支着看 最神奇的一点是 因为它这个底下 它是这个抓爪鱼的这个嘛 有的时候我们会 就是坐车坐很久嘛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 勾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座椅上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 很神奇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使 而且这个很便宜 刚才十几块钱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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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